沉寂了两个多月 北韩在17号凌晨试射两枚寻衣飞弹 时机刚好选在 南韩总统吴席月就任白日 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但南韩媒体指出 北韩试射飞弹显然是对这个方案泼冷水 南韩在八号到十四号与美国 日本 澳洲 加拿大 在夏威夷外海举行太平洋龙弹道飞弹防空演习后 又与美军在十六号起实施为期四天的危机管理演习 并在二十二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护盾 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 南韩和美国三大联合军演分别为已知自由卫士 关键决断 韩耀英演习 前总统文在寅在2017年上任后 考虑到与北韩举行无回话谈判而废除 而尹熙悦政府上任后将已知自由卫士 改名为已知自由护盾后重新恢复 让北韩相当不满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更在日前直接指明尹熙悦 努抢如果试图针对北韩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那尹熙悦政府与军队将遭到全数歼灭 而尹熙悦才上任白日 民调却显示出南韩民众对他相当不满 根据16号的最新民调 施政满意度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点八 认为尹熙悦政府非常糟的比例 更是高达百分之四十九点九 是非常好的六倍之多 面临国内民众的不信任感 以及北韩的威胁 尹熙悦可说是蜡烛两头烧 记者调云综合报导 好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 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 现在来的 восп日式 加入世 거란이复得 虽然需要 力量